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片 宇宙战舰大和号 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2世纪末 邪恶外星人来到了火星 他们不断向地球发射星际导弹 导致地球充满了能够致死的放射性物质 人们只得逃到地下苟且偷生 地球派去远征的舰队也被外星人击溃 男主角的哥哥为了保存最后一艘战舰大和号 在这次战斗中阵亡 这天,男主角古代又来到了地表寻找有色金属 却遇到了一艘不明飞行物从太空坠落 醒过来之后,古代发现了一个外星人留下的仪器 军方进行分析之后 发现这实际上是个通信仪 星河来源于远离地球的伊斯坎达尔行星 他们声称可以帮助人类消除放射性物质 于是人类决定派出大和号前往伊斯坎达尔 古代也报名参加了这次任务 大和号还没启航就遇到了第一个危险 邪恶外星人向大和号发射了星际导弹 就在危机关头,大和号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锦 为了人类最后的希望 地球啊,请分给我一点元气吧 成功拦截星际导弹后 大和号便带着全人类的希望 沉向了伊斯坎达尔 但是大和号在空间穿梭的时候 却被邪恶外星人追踪到 为了再次争取空间穿梭的时间 大和号派出战机 向邪恶外星人发动了攻击 一波进攻之后,外星人飞船被击毁 但是女主角孙雪驾驶的战机却意外受损 无法返回 为了不让哥哥的悲剧重演 古代自己驾驶着战机前去营救孙雪 一通骚操作之后 孙雪被成功救下 但是由于缺氧时间过长 孙雪昏迷了过去 情急之下,古代使出了大招 人工呼吸 还没等古代过过嘴瘾 孙雪就醒了过来 小老妹,你这醒得也太快了吧 空间穿作之后,大和号船员发现 有一架外星飞船也一同跟了过来 于是他们便捕获这艘落单的飞船 对其展开了调查 舱门一打开 大家就发现一只外星人窜了出来 船员将其击毙后 却发现外星人的意识飞了出来 并进入到了一个船员身体中 古代趁其不备 将这名船员击晕 终于将外星人的意识给消灭掉 但是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 他们捕获的外星飞船 开始向总部发射信号 很快,邪恶外星人就发起了一波新的攻击 古代再次驾起武器 为了人类最后的希望 宇宙啊,请分给我一点元气吧 外星人再次被消灭 但是外星人派出的炸弹却找上了大和号 生死关头 为了拯救全舰 古代下令舍弃不分舰体 最终全舰得以存活 火下来的古代和森雪相拥而泣 古代再次吻了上去 上次嘴也没过够 这一次你跑不掉了吧 经过长时间的行情 大和号终于到了伊斯坎达尔行星 但是等待着他们的 却是外星人的攻击 为了躲开外星人的攻击 大和号在来不及计算的情况下 再次进行了空间穿梭 误打误撞来到了伊斯坎达尔行星的另一面 大和号在这一面没有受到攻击 于是古代决定冒险降落 又是一番大战之后 古代和森雪等人终于来到了通信仪上指示的地点 发现又有一团意识漂浮着 这团意识进入到森雪体内 告诉了周人真相 原来在伊斯坎达尔星球上 存在着善良的外星人和邪恶的外星人 因为行星即将毁灭 邪恶外星人便决定前往地球 入侵人类 善良外星人则决定拯救人类 返回途中 众人发现了邪恶外星人的老巢 两名船员留下来炸毁了老巢 古代和森雪随同大和号成功返回地球 他们为地球带来了最珍贵的礼物 那就是能清除放射性物质的装置 但是火星上的邪恶外星人 可不会这么容易就放过地球 你们这群虫子居然敢毁怪我的老巢 等待着你们的将是彻底毁灭 邪恶外星人派出了核能武器 打算摧毁地球 现在唯一能阻止核能武器的 就是大和号的元气弹 但是元气弹的炮口却在伊斯坎达尔的时候 被邪恶外星人堵住 若要强行发射 大和号就会随之一起毁灭 古代决定一个人留下来 和核能武器同归于尽 森雪舍不得古代想陪它一起留下来 古代只好用电机枪积晕森雪 将它送回地球 最后古代一个人留下 对核能武器展开了自杀式攻击 宇宙战舰大和号为了最后的荣耀 请分给我一点元气吧 在一场绚烂的爆炸中 大和号与核能武器同归于尽 完成了自己最终的使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